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做零食也可以做早餐的小点心 就是油炸奶香麻花 那不同于一般的麻花的那种比较硬硬的脆脆的口感 这个麻花呢,它是非常的蓬松、轩软而且充满了奶香味 再加上油炸的这个加持,所以说呢非常的好吃 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把干酵母、糖都倒入碗里,然后呢加入牛奶 现在因为进入冬季了,所以牛奶呢可以是稍微温一点的 如果你是用厨师机来操作的话呢,那常温牛奶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我打算就是全程手揉 所以说呢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呢也不用担心 把奶粉倒入面粉当中搅匀 之后呢可以在中间挖一个洞 倒入牛奶 这里我的相机停掉了,没有拍到 还要加入准备好的鸡蛋液 鸡蛋打伞加进去就可以了 用筷子简单拌一下,拌成絮状 之后呢就可以移到这个案板上来操作了 就边用刮板借助 然后呢一边用手 把所有的干粉呢都给它揉到面团里去 那今天呢我就先用这种搓的方法 边搓边揉边推这样子的一种手法 这样的话呢你揉面就会 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然后呢速度呢也比较快 我们不需要它揉成那种就是像做面包吐司的那种 有就是薄膜的程度 现在呢就差不多揉出了厚膜 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了 可以简单的用刮板给它切几下之后呢 再继续的揉 这样子的话呢揉的效率也会更高 基本上呢揉到这种完全不粘手 表面是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把面团放到这个大碗里面呢 去发酵了 可以盖上盖子 也可以盖上保鲜膜 发到大概1.5到2倍左右 把它取出面团排一下气 静置松弛大概10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来切块了 我大概是等分成8块 取一个小面团 给它撑拉一下 撑拉到大概2倍左右的长度 接着呢就可以来擀了 擀成长条形 大概的长度是在60多公分左右 接着呢就可以一头摁住这个面团 另外一头呢向着相反的方向去给它上劲 这个劲一定要上足 上足劲的麻花它可以 就是提起来对折的时候 它就自动上卷了 接着呢继续啊 食指去套住那个麻花的孔 然后另一边呢也是继续的上劲 就像这样 把另外一头呢给它 塞到这个小环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麻花就做好了 接着进行二次发酵 也是要发酵到大概两倍左右的大小 那天气凉的话呢 你可以放发酵箱 也可以放一碗热水 然后放微波炉或者是烤箱里面 那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发酵好的面团 是非常的蓬松轻盈的 油温大概在160摄氏度左右 你放下筷子 它周围就会有那种小气泡 然后你把麻花放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立刻的浮起来 这样的油温呢就差不多了 那开始炸的时候呢 就记得把火呢一定要调成中小火去炸 一面上色之后就可以翻面了 就像炸油条那样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粒油了 金灿灿的麻花就做好了 那油温控制的好的话呢 它不会吸很多的油的 打开之后 它内部的组织也是非常的蓬松 柔软 混合着油的香味 还有淡淡的奶香 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它的口感呢也很特别 是那种香脆软的那种复合口感 所以说呢很好吃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记得素质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